Odia Jungle 最好的军装,真的是这样吗?别急,听我慢慢讲,德军二战时期装备量最的大军服是M36型,面料吃泥子的,版型相对比较修身,由于是战前配发的,所以做工比较精细,当然这也是大家见得最多的二战德国军装,穿它的时候只要搭配合理,的确很精神,但这个玩意吧,实在不太适合穿着打仗, 虽然之前在西欧的对手有点太被柴了,那战斗烈度连德国人,自己都觉得和郊游没什么区别,但过于板正的穿着,却真的不是非常舒服,怎么办呢?改吧,于是四十式军装诞生了,在吸取了铁灰色不太方便伪装的教训,它的颜色变成了有点发绿的原野灰,并且版型也相应地变得肥大了点, 由于这个颜色的原故,他们还甚至获得了对手赠予的绿毛龟的雅号,由于军队的急剧扩充,导致的军服产量日渐增多,军装面料开始大大的廉价化,至于做工吗?也就越来越低劣了,随着战争烈度的增加,德国人开始头疼了, 泥子军装虽然比挺漂亮,但是不容易清洗,因为洗不好就缩水,后气性与当时世界主流的棉布军装相比差距巨大,每当气温开始升高的时候,德国人就都开始脱衣服了,夏天德军穿北新,光榜,紫的照片比比皆是,而最让人受不了的是,这玩意的耐磨性也不怎么样, 既然泥子衣服又贵又厚重,那你就换呗,他们偏布,不得不说,德国人脑子就是死板,我堂堂普鲁是男儿,怎么能跟俄国大狗熊一样穿棉布衣服,非洲军团当时纯是热得没招了不行,但问题你得解决啊,于是德国人想到的解决办法,是给军装外面套上一件米踩照衫,可照衫也是不啊,这套上了穿着更热啊,那怎么办,不得不说, 德国人死板是死板,但还是比较聪明的,他们很快就给部队研制出了米踩色棉布的作战服,就连扣子也是涂砌的马点金属扣,但是吧,产能却一直都上不去,这时候党内军一脚踹开了国防军,自己霸占了米踩服的全部佩戟,可怜了国防军的兄弟们,还得继续穿着那又厚又重的米子军装, 在巴巴罗萨军事行动中,由于军装又伍又热,推进速度又过于迅速,导致部队中狮子流行,为了消灭狮子,德国人可是杀费了一番苦心的,当然,米子军装着火了,那感觉更是酸爽,尤其是后期掺杂了大量化仙的M4菱形, 只要烧起来就会让你终生难忘,因为你生命也没几秒了,当然,如果说起颜值,那德国军装的确能排得上号,比起鬼子的装束好多了, 但军装的主要作用可不仅仅是为了穿着去泡妞,要知道,打仗的时候,可是没人去计较你的军装,穿得帅不帅的, 毕竟,我们的革命先辈,在战争年代,还有人用染过的面粉口袋做军装的呢?